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校 有個觀眾他說想看納雅的角色故事 我們今天就在來回顧一下納雅的角色故事 好,那納雅在主線中是我們一開始遇到的第一個黑衛吧 算是萬笑物語的御三家 然後他是安傑莉亞身邊的武將吧 說起來安傑莉亞除了海德這個貝骨仔之外 基本上身邊好像全部都是武將的樣子 那他也陪安傑莉亞一直到被西奧多驅逐 然後最後到政變成功,他一直陪在安傑莉亞身邊 那之後應該也會隨著安傑莉亞... 看著安傑莉亞墮落嗎? 海德一直說安傑莉亞會做出很可怕的事 我不知道他會做甚麼事啦 好,我們來看不是冤家,不巨頭 喔,是安傑莉亞公主跟納雅,開始吧 還有,因為這是舊的故事了,沒有通關次數限制 所以我應該會一次全部做完 那已經看過的朋友就可以跳過這部影片 這是什麼時候的故事啊? 這是小飛還在的時候,所以應該是魔物爆發之前 好玩嗎? 那再一次喔 納傑爾 還真是悠閒啊 來到平民窟,什麼忙也沒幫過 只會在這邊害小孩子玩,不覺得丟臉嗎? 好過分 納傑爾超級... 話說他後來還背叛了他們兩個 應該說他陪他們兩個登上王城 就是為了把王城炸掉 執行亞人像人類的復仇嘛 納傑爾,不是的,是我拜託他 劉,你回大巫去 話說...我記得納雅她...不是暗戀她嗎? 是嗎?那最近平民窟蟲災很嚴重 你們要去給我抓幾隻害蟲回來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我就開始計時 這個... 納傑爾也是罪惡的男人啊 她不是喜歡那個誰,暗月嗎? 然後... 納雅好像喜歡她的樣子 好,數字多少 喔,不好意思 等一下 這可以嗎? 喔,可以 那直接用這個就好 因為我們的納雅都70等了 打這個故事 不費吹灰之力啊 沒錯,不費吹灰之力 很快嘛 不過別以為這樣就完工了 哇 把害蟲殺了 親手取出絲線 她要叫公主做嗎? 平民窟居民的縫一線 都是從害蟲身上取得 你們這種焦貴的乾貴族一定想不到吧 我命令的是她不是你 哇,她居然... 她這時候還不知道她是公主對不對 她以為她只是一般的貴族嗎 還是... 可是我記得她跟暗月不是一下子就調查出來了嗎 怎麼了,大小姐 受不到嗎 啊,阿欣啊 啰嗦 算了,我們走 閉嘴母猩猩 在這裡我就是規矩 呵呵呵 唉,這時候... 這是滿早期的故事吧 就是他們剛到平民窟的時候 幾乎是萬象物語一開始 第一章一開始的時候 好,戰鬥的部分我們先跳過 後面再來... 好,我們繼續來看第二個故事 真面目 哇,那真面目應該就是納傑爾的真面目被揭露了吧 對啊,就是她在... 她在... 王城... 飛起來的王城那邊 掀起自己的兜帽的那一剎那 還曝露說她是一個亞人這樣子 這樣子 那其實 她計畫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向 人類復仇 納傑爾真...喔不是 所以還沒有到那邊 呵呵 這樣就是躲起來了嗎 好吧 被拉去當保鏢 被拉去當保鏢 雅興托斯自己也是滿厲害的啦 在幹嘛啊 好了,快說吧,有什麼事 納傑爾大哥 原諒我,我真的需要錢啊 哎唷 幹嘛突然就打人啊 該不會是... 男性平民 一箭穿心 不好意思 你們... 謝了 說 你在搞什麼鬼 她該不會要把她的腦袋拿去提給歡府交差吧 抱...抱歉 我兒子病得很重 看醫生又貴 剛剛在外面遇到了一個旅行符文師 她開了便宜的價錢 說能治好我的兒子 對不起 雖然今天是染缸發工資的日子 但錢還是不夠 這時候剛好遇到納傑爾 那種符文師我看多了 他只是想騙你的錢 根本沒能力治好你的兒子 怎麼會 那我兒子不是就只能等死了嗎 錢我來負責 把你兒子帶去找醫生治療 真的嗎 今天的事我就當沒發生過 但你要發誓為了你兒子以後不准再動這種念頭 謝謝...謝謝納傑爾大哥 他說的真面目是這個吧 就是納傑爾其實不是那麼壞的一個男人 平民窟的人都是我重要的家人 只是一時做錯 有什麼不能原諒的 剛才就算你沒衝出來我也不會被砍中 下次別再做那麼魯莽的事了 傷得怎樣 你幫我檢查亞星托斯傷勢也不嚴重 都是女人比較方便 幹嘛他看不出來亞星托斯是女人嗎 怎麼會看不出來 如果傷勢嚴重就拖去看醫生 錢一樣我來負責 所以亞星托斯是洗衣板嗎 不然怎麼會看不出來她是女生 那亞真的以為她是男生啊 是耶 亞星托斯 納傑爾真是罪惡的男人 果然亞星托斯應該也是喜歡她的 唉可惜啊 好第二話看完了那我們接著來看第三話 第三話的故事是 和解 和解到底是什麼時候 他會這段整段故事從第一話到第六話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納傑爾在王城之前的事嗎 他們有什麼好和解的啊 這段是阿星被魔物襲擊之後過世的 哇 居然跳過她 對 我記得魔物會優先去找有魔力的東西嗎 是不是 所以這時候 後面說 等一下 用這個就好了 已經70等了 直接用 打雷把他們全部打死 所以他們 後來是用 劉的小飛去把她引走的 在鞭屍 在鞭屍 可惡 可惡 把眼星托斯還來 還來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把我重要的人都帶走 你...你怎麼在這兒 你都看見了 哼 想取笑我嗎 隨便你 還有魔物啦 等下再哭啦 唉唷 三角... 三角魔物 是嗎 那個... 我忘記了 在王城的時候好像有出現過 可惡 他剛剛已經... 打死一大飄魔物了 應該也不是體... 也不是完全毫髮無傷吧 不行 我一定要保護好平民庫 不然亞新托斯的犧牲就沒有意義啦 我不需要你的幫忙 我等吧 我等吧 走吧 謝謝 嗯... 感覺這時候... 感覺亞新托斯對納吉爾的情感比較偏向... 有點...愛情的感覺嗎 可是納吉爾對亞新托斯好像只是... 一個很重要的... 兄弟的感覺 好 我們先... 停掉 好我們接著來看下一話 總是獅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 跳著進行的感覺 納雅的故事應該會... 遍布整個第一季吧 就是... Storica Sunset的那一季 會從他一開始在平民庫遇到納吉爾 然後到... 魔物襲襲 然後... 喔... 這裡是沙漠市集 然後再來後面會到... 亡塵墜落之類的 在尋找到機械商人夏洛克得知一切真相後 他們決定在離開的符文翼車補充好魂能前 暫且休息一下 反正回城的符文翼車明早才能補充好魂能 而且回去的時候就要立刻潛入王城 利用時間放鬆一下並不是不行 可以去試一下瘦骨蛋糕 據說是沙漠市集的特產 話說安傑莉亞也真是... 他... 他... 他是不是不擅長隱藏身份啊 他到平民庫馬上就被... 那... 納吉爾發現 然後到沙漠市集馬上就被夏洛克發現 真是... 沙漠水球應該有攤販在賣 沙漠水球應該是... 某個種子...某個果實吧 某個植物的果實 他在發呆啊 哦... 那也很喜歡他 呵呵呵 小姐 你長得好漂亮啊 一個人嗎 喝醉酒是不是 喝醉...沒有啊 你想喝那我們一起喝啊 呵呵... 他毒打一頓 敢打我 抓住這個臭女人 哇 居然有桶火 臭女人 看我怎麼教訓你 快滾,不然載了你們 哇啊,救命啊!!! 你沒事吧? 你的胸口被割破是不是 哇,為甚麼這裡沒有補一張CG圖呢?真是太難過了 強烈要求補一張圖 我才不想看,快點想辦法遮起來 所以納雅應該是在這裡差不多就知道自己其實是喜歡納傑爾的吧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戰鬥,我們再跳一會兒來看 好,這應該是第六個故事了吧 未婉待序 好,開始吧 未婉待序,他應該是已經到最後了吧 因為我記得他的故事原本,好像最後的部分是結束在納傑爾攻陷亡塵 不是攻陷亡塵 這是害亡塵墜落之後 喔,還沒有 還在沙漠四集啊 太明顯了 哈哈哈 哈哈 XDDDD 我覺得你要撲空了,納吉爾應該也是把你當兄弟啊 納吉爾已經喜歡按月了,你太遲了 You are too late 我覺得安傑莉亞有點看好戲的心態 小心 喔,這居然不讓我們戰鬥嗎?我還以為一定會讓玩家打一波 欸,你受傷了 左邊小腿被咬傷了 快回帳篷包扎一下吧 你剛剛不是謝過了嗎? 對了,我有話要跟你說 絕對不是你想的這件事,你想太多了 回到太陽王國後,就要立刻執行計劃 關於潛入王城的路線,我還有一些困惑 等等,能跟你討論一下嗎? 話說納吉爾說穿的就是在利用納雅跟安傑莉亞而已 那些回帳篷吧 符文一車準備好錢,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對啊,然後最後還害他們兩個,對了,你剛剛要說什麼 最後還害安傑莉亞跟納雅他們處於不利的地位 就是協助亞人背叛人類這件事情上 有什麼話現在不能講 納吉爾也是個木頭啊 就是 都感覺不出來身邊的人喜歡她 阿星也是 納雅也是 然後 她自己喜歡 自己喜歡愛月這件事情也是 被 全點出來之後才發現的吧 在夏日活動那邊 就是說 全部是說你是不想讓其他男人看到愛月穿這個樣子吧 好,絕集,那應該是沒了 好,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